再来看到为了要发展原乡特色作物 永续部落农业生产 农业部花莲区农改厂与花东部落农产品的加工生产合作社 举办了树豆机械采收观摩会 而位在酌西乡的石瓶部落 这一地的组织是为了要发展传统的原民作物 投入树豆一二级的生产 振兴地方的农特产业 也希望透过富裕树豆来找回记忆中的味道 一台农机具来回穿梭树豆田区 不用五分钟就全部采收完成 对长期以来都以人工采收的族人来看 非常兴奋也很期待未来树豆的发展 这是花改厂与花东部落农产品加工生产合作社 举办的树豆机械采收观摩会 那机械化的部分真的是一个可以为部落带来比较有效率 来种植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技术 那也期待我们跟部落这边后续能有更多的一个合作 花联农改厂树豆栽培技术专家陈伟成助理研究员表示 为了改善传统树豆栽培 以人力采收方式收获 并且部落人力老化困境 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树豆机械化采收的技术 来协助族人也能够高效率采收树豆 族人表示非常开心 为在卓西乡的食品部落 在地组织为了发展传统原民 作物投入了树豆一二级的生产 小米比较好更做如果在食品部落来讲的话 花联农改厂表示 有鉴于族人缺乏经济灾植技术 以及多元化产品开发思维 后续为了提升树豆栽培管理 以及机械化运用 产品开发应用能力 办理树豆栽培管理 以及加工应用课程 来振兴地方传统产业永续发展 记者高雄雄卓西乡采访报道